湯教授好 好 教授一開始把你個人學習背景介紹一下 我以前是護士 那麼一直到護專畢業之後呢 我當了四年半的這個 加護病房急診護士 那麼後來長話短說 也是因為我自己外公還有信仰的關係 就後來就插大 插英文系東吳的英文系 然後呢就順利外文系畢業之後呢 到關渡基督書院 當了大概兩年的英文的助教 之後呢 那裡的宣教士就鼓勵我出國念書 第一個碩士是拿英語教學 那麼後來呢回到台灣在玉山神學院 花蓮有一個玉山神學院教書 教了大概三年多 然後呢也因為同事的鼓勵下 就說出去拿個學位吧 那我就想說 這個人也比較喜歡挑戰 我想說 因著信仰 因著同事的鼓勵呢 我就跑到夏威夷 2003年的時候到夏威夷 就從碩士開始到博士 就在2011年的12月就順利畢業 那當然中間有一些挫折啦 那麼也休學了一年 不過就是很開心 我也很感謝上帝 在2012年的2月份呢 順利來到自己的家鄉 也就是東華大學來任教 我們先講這個家戶病房 那四年對你人生有很重大的影響嗎 看到生離死別 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其實我剛剛講 我說信仰對我的這個影響很大 但是呢 就因為這四年多在家戶病房的經驗 我看到人要冰尾死亡的那一刻 我覺得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人死後要去哪裡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讓我對於我自己的信仰就更好奇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開始就是去 我覺得靈性護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其實學到了就是說 珍惜生命之外呢 我也覺得人要有一個 信仰是好的 那麼我的工作 我的護理的工作呢 除了身體的急救啊 這些照顧之外呢 我認為我在臨床上 也可以在靈性上面 給他們一些鼓勵跟支持跟安慰 嗯 一個是實際身體的照顧 你發現可能在心靈上更需要 更能夠幫助他們 所以你就追求另外一條路了 是的 呃 其實因為對於信仰更認識 然後上帝的帶領齁 我自己就覺得說 呃 我除了在家戶病房可以使力 可以幫忙我的病人之外 因著很多因素 我覺得好像要離開這個 這個行業齁 那包括呢 我自己個人對於行政沒有很 很有興趣 所以那個時候要推我去當護理長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不 心裡就不願意很抗拒 那麼後來我就問我自己說 哎呦那我如果護士不當 我又喜歡挑戰的人 很喜歡冒險的人 那我可以當什麼呢 我就是一些 呃 在跟家人討論啊 還有跟 我也跟上帝導道啊 上帝導道啊 就之後呢 才覺得說 欸 英語老師 英文老師 我很喜歡語言 那麼 我在家戶病房 我那時候是在 花蓮的門諾醫院 當家戶病房護士 我看到很多宣教士 那我就覺得說 欸 英文似乎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溝通工具 可以跟很多人 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就 我就給自己 定一個人生的目標 下一個目標 就是當英文老師 好 可是一路轉職 又包括念到博士 還是要念點書吧 那老師你覺得 這個你的念書 是一路苦讀 還是說你覺得 還是有些技巧的 我認為是苦讀 而且還有 大概應該是 殷勤吧 堅持 嗯 還有一些旁邊人的幫助 那後來是怎麼樣 來到東華大學 推動這個 主語的一個計畫 這個有很多的因素 不過呢 應該是先從我個人的 使命感開始 那我的個人使命感 其實是受我外公 顧甜信德 牧師的影響很大 他因為告訴我兩件事情 他說 你要記住兩個事情 一個是抓住神 第二個是 不要讓我們的族語流掉 意思就是 不要讓太魯閣語流掉 這是他生前兩個非常大的一個期許 那我聽見了 那我自己發現 我在夏威夷當中 從語言也發現到自己 那我認為 一個人自己的母語 對一個人的認同 還有對於自己的自信 是非常有幫助的 又要研究族語 又要念英文 那老師到底時間怎麼分配啊 因為有時候你英語全力的投入 有時候回頭再念一些族語 是不是會有點錯亂 我反而覺得這是加成的 我覺得說時間的管理上 大概分配一下 A語言跟B語言的學習時間 不過我認為不管是A語言 或是B語言 族語或者是英語 這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聽說讀寫的基礎能力之外 之後就一定要找人互動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除了苦讀 除了基本的詞彙的 或者是聚購的這些排列之外 接下來的 你接下來你就是要好好的找人互動 那麼所以時間安排 排一下其實就很OK 但是一定要抓住有互動的機會 所以後來的族語的推動使命感 就是一切都來自於外公嗎 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外公 另外一個因素是 我看到我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的時候 我看到人從心裡面起來的那個自信 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往這方面繼續努力 那看到韌性有的時候啊 我相信他對他的抗壓性也高 那我就覺得我在幫助一個人 那幫助人對我來講 事實上會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感 除了在加護病房的幫助身體的 身心的照顧 還有靈性的照顧 那現在這個語言的照顧 我也覺得非常有意義 也做得很開心 而且語言的照顧 可以讓他更早去面對他的人生 對不對 或許對他未來人生的幫助更大 而不是在已經到末端的加護病房這樣 是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你現在正在推動的族語幼兒計畫 已經我們國家已經準備推動了幼兒園了 我特別講原住民族語言這一塊 那其實我們的原住民族語言 振興已經做了二十多年 那麼陳靜市幼兒園 也就是陳靜市族語教學幼兒園的計畫呢 事實上今年已經是第九年了 那我們東華專管中心是去年底開始接這個計畫 所以到今年的九月底才會滿一年 那麼也是因為我看到這個過程當中 一個人認識自己的族語 知道自己的語言 擁抱自己的母語的時候 起來的那種快樂喜樂 那種自信讓我很受安慰 那另外一點就是現在國際教科文組織聯合國 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 定了2022到2032年這十年 為世界原住民族語言的行動十年 特別加了行動這兩個字是因為 我們不能說我們自己的母語 包括我們的閩南客語 還有我們的原住民語重要 只是在兩個耳朵中間 這個大腦這邊覺得說重要了 只要行動了 再錯過這時間 時機就沒有機會 就錯過就可能更多東西會忘記 會遺忘對不對 對 那因為現在我們報告出來 去年的報告 閩克會比較好一點 那個原住民語 在60歲以上的人 才是所謂的speaker 才是所謂說話的流利者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再不把握這個還會有 黃金十年 對 這十年還有人可以說你的話的時候 互動的機會就沒了 因為我們語言要使用 必須要有三個條件 你一個是語言能力 就是聽說讀選能力一定要照顧好 那是基礎 你有了能力你要找人互動 互動的過程當中 才會讓你繼續使用的語言 那個動機也會起來 所以有動機有互動機會 有語言能力 這個語言才會起來 對 那麼如果少了互動 這個附贈的工作會越來越難 三角就缺一塊 對 是 那有面臨什麼樣的困難跟挑戰 目前這個計畫嗎 是 主要是私自培育 我們的幼兒在足語交保園 足語交保園這一塊 我們叫它足保園 好 那是幫助我們在 曾經是幼兒園說足語的 但是面臨兩個狀況 就是一個是 年輕人的足語能力不夠 不夠流利 還不夠 第二個是 全足語的語言教學能力 還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現在講 曾經是你必須你的語言 教學語言必須就是那個A語言 也就是足語推動的話 我必須要用足語來教足語 那麼現在看到的狀況是 比較多是用華語來教足語 那這種成效就比較低 這兩塊非常的實力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增強我們現場幼保園 或者是我們的足保園 他的足語基本能力 這是我們實力的一塊 第二個就是幫助他們 怎麼用全足語來教學 就用足語來教足語就對了 然後還有 語言教學能力 不過我們因為足保園 現在比較缺乏的是這兩塊 所以我們除了幼教之外 我們還特別加強語言能力本身 還有語言教學能力 那剛剛講到這個人才的缺乏 那在經費上呢 國家政策推動是有 極力的去推動這樣的一個計畫嗎 是有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我們圓民會 這邊有一個特別專屬的一個計畫 來推動這個事物 所以經費不是問題就是人才的問題 是 那他未來是預計在部落裡的這個幼兒園推動 還是全國的幼兒園去推動 是全國的 哇這麼大 那您剛剛講到一些困難 就這個另外一個困難就是 在全國的不同的幼兒園 他們有接我們的計畫的 就怎麼樣跟旁邊的 就是說我們的我們的教保員 就是幼兒園本身有個教保員 對 那我們主保員進去 那麼怎麼樣子一起來協調 一起來合作幫助我們說族語這件事情 也是有挑戰性的 因為教保員不是都是原住民 也可能不會講原住民語 哇這個聽起來非常的困難 因為等於你要進入去帶動族語的教學 那他們有本來的老師在那邊 所以兩個在溝通協調合作上是很需要技巧的 是是是 所以這是我們專管中心也是在實力的地方 就是如何幫助他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它是一個幾年的計畫 有分所謂的短中長期嗎 基本上是三年一期 一期三年 不過當 之前是我們的 台南的昆山大學周老師接 那剛好去年的時候 去年底的時候 專管中心就移到我們東華 所以我們這是第一年在做 它是一年一標 然後是一年一期三年 我們這一年比較實力的就是 幫助我們現場的老師 怎麼用全主語來教學這件事情 但是當我們介紹這個方法 然後也在研習的時候 教導他們或者是引導他們 怎麼用全主語來 或者是圖片啊各方面的技巧 來幫忙推全主語的時候 感覺上老師們是輕鬆的 而且是快樂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六個原所 在做這樣的一個全主語的實驗教學 等於也是一個很新鮮 很有使命感的一個事情就對 我希望是他們可以完全接受這樣的教法 好謝謝我們湯教授